现在刚好是二级保育类动物小燕鸥繁殖的季节 而他们最喜欢在张病工业区里面的线西区来竹巢敷软 不过还是有部分民众缺乏保育观念 不止没有特别穿上服装就带着装备进去拍照 甚至还有人直接拿着飞盘射小燕鸥 非常的可恶 这一大片沙粒地尽管布满垃圾 不过依旧是二级保育类动物小燕鸥最爱传宗接待的地方 就位于彰化线西的张宾工业区内 但这里似乎无人看守 就在公视团队记录小燕鸥成长过程时 也拍摄到不少摄影人士 就这样大喇喇的架起机器走进海边拍照 这样的行为让鸟类专家很担心 张宾工业区就是它最大的一个繁殖地点 而如果我们在那边拍照停留太久 七鸟没有办法回来孵蛋的话 蛋的温度太高就会那个蛋会死掉 更严重的是还有人以为好玩 直接拿着飞盘射向小燕鸥 不过这是违法的行为 给严重干扰生态 专门研究鸟类的蔡佳阳表示 小燕鸥是下候鸟 每年四月到八月是繁殖季节 也是台湾本岛唯一有繁殖记录的 燕鸥科鸟类 不过它们最爱的环境 硬生生盖了张宾工业区 目前工业区闲置又缺乏管理 害它们只能夹缝中求生存 我们尽量选择已经有人为开发过的一些道路 不要去走那种礼石地 或者是沙地的附近 不然那些都是小燕鸥它们的繁殖地点 看看小燕鸥悠闲礼貌 还有爸爸喂着小小燕鸥吃小鱼 完全不计较这是工业区 也必须与垃圾为伍 不过蔡嘉阳呼吁 彰化县政府应该在小燕鸥繁殖的季节 加强教育民众甚至管制进入 才能让小燕鸥每年夏天都来报到 安心繁衍下一代 记者柯金人林静梅邱福财 彰化台北综合报道